Hello 各位小財神 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還好嗎 昨天有人在我的平台裡面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寶可夢寶可夢 這個如果你要累積LinePoints點數 到底要哪張卡比較好 那對粉絲最好的寶可夢 立馬就拍了一支影片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市面上有哪些信用卡是可以拿 讓你拿來累積LinePoints點數 而且回饋非常不錯的 提供三張卡片給大家參考 所以就是今天的主題 我們趕快來往下看一下 這個累積LinePoints該用哪張卡刷 今天的影片重點兩個 第一個是累積LinePoints的三大神卡 第二個是綁定在LinePay裡面的 哪些卡片是有高回饋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跟大家探討的是 這兩個主題進入第一個 累積LinePoints的三大神卡 到底是哪三大呢 其實我這邊也有卡片 好那等一下就是也順便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說真的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就是卡片最多 好來我們往下看 來答案來了 這邊呢提供三張卡片 第一張是這個 所謂的中性LinePay卡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其實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開箱 這個有興趣的話就再看一下影片這樣子 這張卡片呢 其實我覺得他的卡片還算是可愛的 而且他的品質我自己後來看 我是覺得還OK 那他目前的回饋有什麼呢 其實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他其實是國內1%海外2.8 其實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但是呢他有在指定通路有最高15%回饋 也就是說你自己如果有在這些特定的通路做刷卡的話 可以把它拿出來使用 因為其他卡片可能沒有當那麼高回饋 但是在一般消費的話就不建議你拿出來的 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現在新戶有一些500點的LinePay點數之類的 有興趣可以參考 新卡裡的話就是你有中性卡 但是沒有這張卡片的部分 你也可以申辦 然後他就送你100點 一樣都是手刷888 所以有興趣喜歡的話就是 我們下面的這個復顏欄 這個所謂的資訊欄部分都有提供這個相關的資訊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第二張的話呢就是這個 聯邦賴典卡 登登 那賴典卡的部分的話呢 他目前是開放新戶來去申請有那個新的極簡卡面 那舊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要走到15號之後才能夠進線客服去做更換 不會更改你的卡號 所以你有在做帶扣角的部分就不用擔心 所以這張卡片基本上的話呢 他是海外最高5% 那這5%怎麼來的呢 就是他的海外本來是3%嘛 那再加上Line Pay Money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電子支付系統 這個電子支付呢 你把它拿來繳這個聯邦卡費 最高再多2% 所以3加2就是5 那每個月上限是15000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 家裡面有好幾個人都有Line Pay Money的賬戶 並且有聯邦卡 那麼你可以大家的賬戶都可以拿來繳這個聯邦卡費 那你可以賺到很多的這個2%加碼 但問題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家裡面的人沒有那麼多人有Line Pay Money 也沒有那麼多人有去申請這個 所謂的聯邦的賬戶 那你可能就不適合這樣子玩 所以他在7月份開始他的活動還是有一些 基本的更新 加了一個小小的麻煩的一點 就是你還是需要使用Line Pay 這個所謂的聯邦的這個賬戶 把錢這個吸過來一次 不現金的 那這樣子你才能夠符合這個所謂的2%加碼 所以如果你沒有聯邦賬戶的朋友 請你一定要在這個月趕快去做開戶 不論是實體還是在線上看NewNew Bank 都是可以符合資格的 所以這是最高5%的部分提供大家參考 第三張的話呢 也是最近非常非常夯 非常非常火紅的這個J卡 我只是寫做了一篇影片 做介紹要寫一篇文章 結果就是那個流量都爆了 大家都超喜歡的 這個搜尋量暴增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支影片 在我們下面的資訊欄的部分 也有附註上去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這個J卡的部分的話呢 他目前的特色就是 國內無腦刷3%回饋無上的線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到底要選哪一張 我個人覺得小孩子在做選擇好不好 有興趣的話就趕快都辦下來了 中信奈配卡指定通路15% 那海外的部分呢 就用聯邦賴天卡5% 在國內無腦刷就是 北富營J卡3% 就是這樣子區分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以不同的類別來做使用 其實你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麻煩的話 那你就隨便挑一張辦就好了嘛 就是這麼簡單 那再來的話呢 要來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其實我們卡板幫也有一些 MGM的糾團辦卡好康 所以呢你不只可以拿到官方給你的好康 還可以拿到本團的加碼哦 銀行的新護理呢 你只要符合銀行的資格他就會給你 比如說像J卡的話就是 他再搭配真心券可以拿到1090 你是舊物的話就是390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是 你一定可以從官方這邊拿到 只要符合官方的遊戲規則 那現在因為官方有推出這所有的MGM活動 J卡的話跟團那個舊團組可以拿到300 所以我們卡板幫呢3位KOL也要一起來 就是回饋大家了 所以我們有舉辦我們自己本身的加碼活動 那我們的J卡到底加碼活動是什麼呢 立馬來給大家看一下哦 我們就是每50位新戶跟團上車 你們來回報之後呢 符合資格我們就會抽3個人 送這個所謂的LINE庫券1000元 這LINE庫券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LINE這裡面呢 它裡面有個庫券的功能 你可以去裡面選擇你想要的任何商品 比如說85度C的蛋糕 或者是百貨公司領券 加樂福領券 這些東西只要能夠用點數去兌換的 我們都可以兌換給你 或者是我們可以刷卡給你 所以我覺得麥庫券是一個很好很好很棒的商品 所以也歡迎大家就是去裡面去看一下 你想要什麼商品 你只要中獎了 我們就會換給你好不好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最新的活動 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入手台北富邦J卡 然後你也就是不知道從哪裡下手的話 歡迎跟團卡板幫我們這邊有準備好 很豐厚的大禮要送大家 中獎機率 每50個抽3個 中獎機率大概是6%左右 所以還是有機會的 家裡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朋友都一起來 一起來這個辦卡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可以中獎 中獎機率蠻高的這樣子 再來的話呢 聯邦外年卡其實也有MGM 但聯邦外年卡的MGM就比較少一點 就是只有200點iPhone結束 那我們也有活動 我們這個活動其實是從2月走到7月底 那我們一樣就是抽3個人送Apple Watch Series 5 那目前的話呢 有上車的人有回報的大概已經200多了 所以我們會抽出一個人送Apple Watch 如果你已經完成任務的 別忘了要在活動結束是7月31號 最晚在8月15號之前 要來我們下面的表單做登錄 那我們符合資格的朋友 我們就會一起來抽獎 抽獎時間應該是在8月底 所以就是活動到7月31號結束之後呢 再給大家兩個禮拜的時間來解任務辦卡 然後來回報這樣子 所以時間上會隔的比較久一點 但是大家請就是多多包涵 因為你還是要給人家一點時間去解任務嘛 那如果是8月1號起上車的朋友呢 我們走到年底的活動 我們就是送Google Nest Mini 2 你會覺得怎麼差那麼多 那我們其實就是把銀行給我們的好康 我們就是在下方給大家 所以我們三位KLL都決定 就是我們要送這個Google Nest Mini 2給大家 那我們本團是一定會符合的嘛 就每三個人他就送一個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一樣是要送給大家的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的話 你想要這個產品的話請你8月一跳再來辦卡 但我覺得聰明的人應該都是會先辦 7月底之前先上車 因為我們要送的是Apple Watch 然後價格比較貴啦 14500 那這個的話大概就是1600 就差10倍 所以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意願 就是來進行上車就好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哪一張卡來綁定LinePay有最高的回饋呢 這個應該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想要知道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哦 那我在這邊已經做好整理了 我們趕快往下看 這邊呢其實有三張卡片的回饋都是至少也有6%以上哦 我先來介紹這個數字比較小一點的中間的台型 Google卡 它現在已經可以換MIT卡片 它是夜光卡 所以它不是那個感應式會LED燈會亮的哦 所以它是夜光卡 你必須要在燈關掉的時候去看才會比較亮啦 好 那這張卡片的話呢 它是有原本的基本權益有3% 再加上這個下半年的指定3%加碼 所以3加3就是6% 那接口跟LinePay都是在它的指定通路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綁在這個你自己的LinePay裡面 然後每一季刷16667元 好就符合資格了 好所以就是33000左右 下半年只要刷33000以內 都可以拿到6%回饋哦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算法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第二高的話呢 其實是張英買樂卡 張英買樂卡比較麻煩的一點是 它需要登錄 每個月只有7000個名額 然後早上9點要搶登 像這一次大概在兩個小時之內 就被搶登一空了 所以你自己本身如果有這張卡片 你也想要拿到這個7.5%加碼 最高回饋的話 你可能要就是皮繃緊一點 然後就是要一起來搶哦 也許下個月就更難搶了 畢竟兩個小時大家都是卡住 然後都搶不到 這是我覺得蠻糟糕的一件事情 但是它上限就是2 刷2400左右就封不定了 所以與其這樣子 你還不如用阿哥哥卡 台線阿哥哥卡至少 你每一季都還可以拿刷到16000 但是張英買樂卡每個月 就是只有2000多 就是比較少 那第三張最神的卡片 就是最旁邊這個 永豐的必備卡 永豐必備卡 非常推薦給大家的原因是 因為你只要申請了榜在賴配上面刷 就基本有6% 就是5加1 它行動支付加碼5%上限600 一個月刷12000 那1%的部分是無上限就沒有差 所以價錢就是6% 那如果你有符合這個 所謂的董會 跟超會的資格 董會的話呢就是你要花 至少要存8萬的台幣 並且換成外幣 這就是可以符合這個董會 那董會部分就是加碼變2% 所以就是5加2變7% 那如果你是超會就是20萬台幣 兌換等值外幣 就會變成加3% 所以就是5加3就是8%了 8%上限12000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回饋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其實你的這個行動支付的加碼5% 我個人覺得 因為它跟那個所謂的外幣加碼 這個說外 海外交易加碼的5%是一起的 所以我會非常建議你把必備卡 拿來做投資而不是拿來做消費 因為投資你將來這些錢 然後還可以回收 但是你如果把它消費花完就沒了 所以以上呢 是3張卡片提供給大家 綁LivePay有最高回饋的 但是呢 那稍早介紹的那3張LivePoints回饋的卡片 其實都沒有放上去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的回饋率就是3% 4% 比較低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銀行指定加碼的卡片 你的回饋率居然可以暴增到6到8% 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自己去看一下哪一張卡片 適合自己再來申請 有一些是有這個要登錄 有一些是每一季有回歸上限 有一些是無腦的 你就是挑自己適合的卡片來申辦就可以了 相關的資訊都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 找到這個完整的介紹 那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再點進去看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你就是訂閱一下 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消息立馬就會通知到你一下 也非常歡迎你按讚留言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使用LinePay 使用LinePoints演出的絕佳秘技好嗎 我是寶圖夢 我們下回再見拜拜